終於到了 先把車放好 乾卡住 大家一定很好奇我現在大包小包 到底現在要來幹嘛 其實這禮拜呢我要來參加就是台南的這個 環南化還有 新玉門關 連兩日的賽事 然後是腳踏車的比賽 那今天這一集呢 不是要跟大家介紹什麼我的Room Tour 介紹我負販店或幹嘛 只是要跟大家開箱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比賽前到底會帶哪些裝備 然後來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要帶大包小包這麼多 來看吧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麼大包 到底帶了哪些東西 鞋帶 然後裡面就是帶了我的 拖鞋 卡鞋 這是我鞋帶的部分 好接下來 比賽一定要有的安全帽 好 還有這個是小米氣洞打氣機 這個要等下打輪胎用的 水壺 然後很重要因為這次是連續的兩天比賽 所以震動槍好不好不可少 不然我可能 腳真的會不會看 然後這個是 坐車的時候 就是可以拿來 睡一下的這個景枕 這高鐵上很好用 然後 還帶了兩盒 這就是一些 相機的一些設備 就是 GoPro 360 還有收音設備等等 然後接下來 就都是衣服啦 衣服帶了兩大疊 這邊還有一大疊 就是有一些 美打的衣服 然後 就是我平常 會穿的 甚至是 這明天比賽要穿的衣服 喔對了 還有 新衣服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最新的 就是POC的襪子 有沒有看到這乳牛色的 還有全白的 我應該要明天穿還是今天穿呢 不是應該是我要明天穿還是後天穿 我覺得這件很好看 全部都是乳牛配色 這個在賽道上 看到應該知道是我了吧 應該認得出來吧 然後再搭配剛剛那個襪子 直接一套 還有 車褲跟另外一個車衣 然後 水壺架 因為我的水壺架就是 有一天 一個拍攝送給一個好朋友 所以現在就沒有水壺架 然後襪子 你看 它的空間超大 一個包包可以裝那麼多 喔 還有一個包包 另外一個包包就是裝一些我比較 隨時會用到的 像剛剛那個就是我自己在 比賽比較會用到的東西 所以東西沒有這麼 即時需要的 我就會裝那個 它這個就是坐車的時候 或通勤可能會用到 就是外套 然後 帽子 因為騎完腳踏車 安全帽會有那個 腕力的痕跡 騎完就可以戴一下 所以還有一個帽子 喔 這帶就特別了 滿滿的都是補給品 都是我的果膠 還有一些BCAA什麼的 能量補給的部分 然後 接下來 比較特別的就是 這是我的 AirPods 的充電器 然後 牙刷 還有什麼 AirPods 不是AirPods充電器啦 Apple Watch充電器 Apple Watch充電器 然後比較厚的外套 因為有時候 通勤比較冷 最重要的是 我帶了兩副太陽眼鏡 因為 就是想說兩天比賽 然後 偶爾可以換個口味 一下帶白的 一下帶黑的這樣 所以帶兩副 然後 香水 還有 Garmin手錶啊 小米充電器 好像差不多就這樣 我帶馬錶來幹嘛 因為教科要用 所以順便帶著馬錶 然後 其他東西應該就是 皮包什麼的 好啦 這以上大概就是我平常 出來參賽 有點亂 就是會帶這麼多東西 然後 兩個包包就撞一下這麼多 所以非常感謝 就是POC 給我這個包包 可以讓我 一個 兩個包包 就可以把所有東西帶來 重點是這次來 贊助了我很多 很好看的車衣 希望明天的比賽 會場上 可以看到 然後 準備要睡了 所以我等一下就先來把我的腳踏車的一些拍攝角度 就是相機啊 然後水壺水裝一裝 馬錶做飯碗 就差不多了 好 然後 已經把東西帶來拿出來了 我們來 最終我比賽前還有一個小習慣就是我會先把 明天要穿的東西都要先拿出來 包括服裝 安全帽 鞋子 襪子 這樣明天起床就不會很慌亂在那邊找東西 然後還要 準備一下 就是通常我習慣在前天會先想一下我明天出發 例如說早餐我先吃一包 果膠 這個是果凍的部分 然後 會搭配一包 就是BCAA 藍色的 因為他就是賽前吃的 然後他可以 就是補充一些你可能在賽中 大量消耗能量的時候可以 稍微先幫你 身體充飽一點 所以 我會先把 這東西拿出來 然後 因為明天的賽程 大概是70幾公里 有點忘了 然後 所以我們預計70幾公里騎完的時間 大概要 一小時30公里的話 至少要騎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以身體能量系統來看 我至少要大補 一次 到一次半 所以 我們就先抓 出發吃醬 然後 中間的部分 就是以 果膠 漆帶在身上 大概我會在一個小時左右 吃一包果膠 那如果真的身體 到後面比較疲勞的狀態的話 就是因為我還有搭配水裡面會加這個 就是Race Down的這個 電解植液 他就可以在我運動水 運動飲料裡面去做補給 所以 這個是喝的部分 然後 最後到 終點之後 還會再吃一條 夠的 因為是連日賽 然後明天也會 需要有大量的消耗 而且第二天的賽是更硬 所以我們會 到終點馬上就要再吃一包這個 這也是明天會吃的 所以 這個部分是我明天 就是一定會吃 就是 起跑的時候 就是這樣 那中間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會補一包 然後 隨時就是補充運動飲料 那到終點是吃這個 但是通常我的習慣跟經驗就是我會再 多準備一點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會不會因為天氣很熱 或是你早餐覺得沒吃飽 然後想要多吃一點東西 所以我會再多 帶一條就是 果膠 那這部分 果膠可以 再多準備一條 在 明天的部分 所以明天我的 出菜裝備 大概就是會以 現在這樣看到的為主 那這大概是我明天 會用的就是 衣服 襪子 鞋子 然後帽子 然後帶這些東西 因為在台南其實我們今天來的天氣還蠻好的 而且沒有很冷 所以 明天早上應該就是這樣穿好 然後就可以出門 這大概是我 賽前會做的事情 所以待會睡前 先吃一包夠的 補充一下 明天起床 再吃一包 果凍 再加一包藍色的BCAA 那這樣應該是 非常足夠 可以應戰我明天的賽事了 好啦我剛查了一下 明天的賽事是79公里 所以其實有點硬 但是剛這樣多拿一包的果凍 我覺得基本上應該是足夠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平常在賽前一天會怎麼樣準備我的 不管是 物資 或者是要比賽 休閒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 等一下去洗澡的時候要稍微蹲一下廁所 不然有時候比賽 你可能會很緊張很亢奮 然後就一直 感覺想唱廁所 但你實際去排隊又上不太出來 那可能明天就會耽誤到你平常 熱身的這些習慣 重點是 我覺得這個包包 真的超級好用想推薦給大家 他是50公升的 然後東西就可以所有裝到裡面 那接下來如果我去參加一些可能是像這次自行車賽兩天 或是可能接下來要去參加是三鐵賽事 基本上我覺得這樣一個包包就非常夠用 然後很值得推薦的地方是 他可以直接變成後背包 那如果像是我們去搭火車或是高鐵 其實一個包包就不會 左腿或是拿一堆東西 因為以前都要兩三個包包這樣 真的很不方便 好啦那就感謝POC贊助這次的所有裝備 那我們就明天賽場上見囉 我是你的家人隊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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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一起吃 同一個 我們一起吃 我們一起吃 都在一起打 我們一起吃 拿來 看看